8月21日被雪仓超过一年的800正式上映 首日拿下1.4亿票房 成为疫情以来首部票房单日过亿的影片 从800上映前 该影片主投放华裔兄弟的股价就开始持续上涨 目前已经接近翻倍 涉及于800上映的不仅有华裔兄弟 还有他背后的20家出品公司 其中就包括了腾讯营业 阿里营业 上海电影 完美影视等众多影视公司和资本集团 2019年已经深陷囹域的华裔兄弟 正是拿着阿里的投资 才让这部成本5个亿的红片举止能够完成制作上映 说起来华裔兄弟屏幕前知道的打个1 不知道的打个2 很多人可能只是听过这个名字 但是如果施老师告诉你 华裔兄弟曾经制作过没完没了 鬼子来了 天下无贼 集结号 风声 老炮等经典国产电影 士兵突击 我的团长 我的团等经典电视剧 并且华裔兄弟还创办中国第一家艺人经纪公司 旗下签约过的艺人 包括陈道明 刘嘉玲 梁家辉 夏宇 李冰冰 周勋 黄晓明 等一众影帝影后 同时怀疑还是A股的第一家上市影企 在其最辉煌的2015年前后 市值更是一度超过800亿 屏幕前的你 是不是会发出 原来是他的感慨了 然而这家当年在资本市场风声水起 拥有众多明星兄弟的中国民营营器大恶大 最近两年出现在新闻里时 却都是和危机二子联系在一起的 2019年 公司亏损接近40亿 股价大幅缩税 现金流紧张 公司创始人王仲军为了还债 今年甚至把自己的香港的豪宅给卖了 如果今年公司没能扭亏为盈 华谊兄弟明年甚至还有一定的可能性 面临退市的风险 800的上映对于华谊兄弟来说 是一根救命稻草 这部电影或许能给华谊带来 数亿的现金流来回血 曾经的行业巨头 为何短短五年时间 就从巅峰来到了危机存亡之际 这期视频很长 石老师对华谊的过往 做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梳理 如果一次看不完 记得先站坑收藏 华谊兄弟的故事 要从创始人王仲军和他的兄弟们开始说起 1960年出生的王仲军 是典型的北京大院子弟 初中都没毕业的他 从小哭爱绘画和艺术 可谓一生不羁放荡爱自由的最佳代言人 1985年 他放弃在国家物资总局 物资出版社的稳定工作 自己办起了杂志 没想到应了一期就做不下去了 之后王仲军开始做点小生意 然后在广告公司当经理赚了点钱 1989年 他带着夫人去美国留学 五年之后 王仲军带着在美国打工赚的钱回国 和弟弟王仲磊一起承报了一家 名为华裔广告的广告公司 开始在广告圈闯荡 华裔在广告圈的业绩顺风涉水 到了1997年 公司全年的销售额就高达6亿元 成为了全国十大广告公司之一 换做很多年轻人 估计已经想着退休了 但是王仲军造作心又开始不安分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 听说拍电视剧非常赚钱 王仲军投资了应答导演的心理诊所 没想到500万的投入 换回了超过400万的利润 虽然对于他来说 这些利润比广告业务差了些 但是这仍然让有电影梦的兄弟俩动了心 二人一合计 决定转型进入影视圈 王氏兄弟的这一决定 恰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上 上世纪90年代之前 国内电影产业还算发达 但是1992年之后 盗版VCD 歌舞厅等开始流行 使得电影产业进入了一个衰落期 国内总票房逐年下滑 到了2000年 全年总票房从几十亿下滑到了8.5亿 为了激活电影产业和市场 90年代末 电影领域开始向民间资本开放 华裔正是在这个时候 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公司 不过好运气一开始 并没有站在两个电影新人这边 1998年 华裔花高价 买下了荆轲刺刑王的部分内地发行权 之后1999年 又投资了江文的鬼子来了 尽管两部影片都是国际获奖作品 但是荆轲刺刑王票房铺接赔了钱 鬼子来了 更是直接背禁 背禁以后王中军才知道 中国还有电影局这样一个机构 好在冯小刚给了王氏兄弟逆袭翻身的机会 1998年 刚开始搞电影业务的华裔 就遇到了自己的重要贵人之一 冯小刚 那时候冯岛刚刚凭借甲方乙方 冥想全国 想砸钱给他的人 能绕地球一圈 可他边边和华裔看对了眼 拿了华裔的1100万拍了没完没了 这王氏兄弟也是甘度 1998年的1100万可不是个小数字 对于当年的华裔兄弟来说 差不多把家底都压上了 要知道创业初期的王中军 还曾经找冯小刚借了5万块钱 引得冯小刚的老婆徐帆担心 这钱还不上怎么办 没完没了要是赔了钱 也许我们就看不到现在的华裔兄弟了 这部影片在1999年年末上映 最终好取3500万票房 长到天都的华裔 也顺势将冯小刚签到自己旗下 并与之开展了长到20多年的合作 在这20多年里 双方合作过大腕 手机 天下无罪 集结号等一大批优秀的国产电影 这些经典影片你们看过哪些 把电影名字打在公屏上 让石老师看看 对于年轻的观众来说 冯小刚的这些票房成绩 和现在单片票房动辄几十亿的新生代导演 没有办法比 但是在2010年之前 华裔和冯小刚合作的每部影片 都没有跌出过当年国产片的票房前三 那些年的冯小刚在电影圈 就是一颗行走的摇钱树 在上市的时候 华裔兄弟的照顾说明书里还说到 冯小刚工作室在报告期内 出品了集结号和《非诚勿扰》两部影片 这两部影片约占华裔报告期内 电影业务收入的40% 和总营业收入的18% 公司对冯小刚团队有一定的依赖性 从这两个数字也可以看出来 冯小刚对华裔兄弟来说太重要了 靠着冯小刚和电影业务的扩大 华裔兄弟营业收入一步步 从百万千万变成了一元级别 2015年华裔20周年典礼 现场明星上百 包括葛优 程东 刘德华 李冰冰 姚辰 黄晓明等都前去祝贺 王中军举着酒杯感慨万千说 华裔有三个兄弟 意思是除了王中军 王中磊 还有小刚 冯小刚只是华裔兄弟成功路上的开始 越来越多的兄弟姐妹的加盟 让华裔开始从一家电影公司 高身成为业界大佬 2000年影视业务刚有起色的华裔 遇到了拥有中国第一文化经纪人之称的王金化 成立了华裔兄弟时代经济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一度被誉为 中国艺人经纪的黄埔军校 华裔的艺人经纪业务开始慢慢成型 巅峰时期 华裔旗下拥有包括陈道明 刘嘉玲 梁家慧 夏宇等一大票影帝影后 在内的40多位明星大咖 其中有不少都是奔着王金化来的 而华裔的艺人经纪收入占比 也一度超过30% 不过王金化和华裔的合作并不长久 2005年 他就带着刘嘉玲 梁家慧等大咖出走 王金化的出走 让华裔兄弟的艺人经纪业务大受打击 好在王金化刚走没多久 华裔兄弟又迎来了另一位贵人 2006年 知名导演陈国富 以电影总监的身份加盟华裔 陈国富在华裔前后待了7年 共监制14部电影 在票房过亿 就能在全国票房榜名列前茅的年代 他监制的电影 共有10部票房超过1亿元 包括了《敌人街》系列 《风声》和《鬼吹灯》 可以说 陈国富是当年华裔 除了冯小刚之外 另一张电影名片 为人大方豪爽的王中勋 还依靠着杂钱和股权 为华裔打造了一支电视剧的 名导队伍 通过高额的报酬公司股权 或是收购他们的公司 华裔兄弟签下了张继忠 张国立 赵宝刚等电视剧大咖 2007年 华裔兄弟电视剧 年产量超过500集 成为公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 0708 3年 华裔兄弟的营业收入 也从1.2亿直接翻了3倍多 到2008年 在早年的很多采访中 王中勋一度将自己的成功 归功于运气好 后来他开始强调交情 强调朋友和兄弟的作用 在不止一次采访中 他都谈到过 我觉得所有生意都来自于你的朋友 和你周边的社会关系网 我的进步都是和朋友相关的 马云他们把钱借给你啊 他是相信你能在起来呢 还是就觉得就是赔了 我也认 我一定是相信我能起来 当然有型战定一名 肯定是你 虽然进去影视圈是无打无撞 但是在资本市场里 王中勋一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弄潮儿 在很多电影企业 还在慢慢摸索排斥资本的时候 王中勋就意识到要做大做强 必须得有资金支持 2000年 华裔兄弟和背后 有着地产和金融业务的泰河集团 走到了一起 不差钱的泰河提供的数千万资金 是华裔兄弟初期 能够快速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和泰河的合作结束之后 2004年 华裔接受了李嘉诚旗下汤姆集团的投资 由于年代久远 具体的投资数额已经无从考据 但是华裔和汤姆签订了上市的对度条约 如果华裔兄弟三年内无法上市 那么汤姆持有的股权将大幅增加 而汤姆也可以将持有的股份 再卖回给王氏兄弟 双方投资刚刚谈定 2005年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出台 文件规定禁止外商投资电影制作行业 汤姆集团不得不退出华裔 但是此时的王仲军又拿不出千万美金来赎回股份 怎么办 马云出现了 小说里 封庆阳教会了令狐冲毒蛊酒店 使其成为爵士高手 现实里 封庆阳马云对华裔兄弟可谓青囊享受 不仅自己砸了钱 还在华裔和不少大佬之间牵线大桥 2006年 马云出资入股华裔 使其有资金来赎回卖给汤姆集团的股权 另一方面 马云介绍了多位大佬入股华裔 媒体报道 马云曾带着王仲军一同飞到上海 与江南春 卢为顶 余峰五人 吃了一顿饭 没人掏多少钱 占多少股份 当场就敲顶了 这之后 柳传志 江南春等大佬级人物都成了华裔的股东 在其他电影公司还在电影圈慢慢摸索的时候 华裔兄弟背后已经站着阿里巴巴 联想 万象等大型集团了 与此同时 华裔兄弟还不断让渡股份 绑定了一大批导演和明星 一系列资本动作之后 华裔兄弟不仅资金充足 而且拥有了一大批大佬和明星股东 一转身 变成了中国最大的民营娱乐集团之一 把当时的竞争公司远远甩在了身后 有大佬撑腰 意味着在上市的道路上 就有了更多的关系和资源助力 上市 意味着股东手中的股权价值 能被放大到千倍 甚至万倍 2009年 华裔兄弟在创业板上市交易 融资12亿 成为A股第一家电影公司 一时间风头无良 华裔兄弟上市后 他的股东们也各个变成亿万富豪 其中冯小刚持有2.3%的股份 是华裔众多明星股东中持股最多人 在之后 冯小刚套现减出了整整2亿元 光税就交了4000万 而华裔的资本兄弟马云 更是一本万利 到2013年时 马云先后三次减持华裔股票 累计套现4亿元 不到7年时间 当初的投入有了10倍 甚至百倍的汇报 因为股权设计错终复杂 这些大佬们的入股成本并不好计算 但毫无疑问的是 和马云同期入股的大佬们 都通过千万级别的投入 获得了数亿的收益 你们听了 是不是也想感慨一句 资本凶猛 上市后的华裔兄弟 春风得意马蹄机 攻势更加凶猛 2009年之后 华裔兄弟参与出品发行的 电影票房总成绩 在国内始终属于第一梯队 中国的电影市场 也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2008年时 全国票房才刚过40亿 但到了2015年 总票房就已经突破440亿 短短7年时间 犯了整整10倍 因为电影票房的增速 连续多年超过20% 资本市场也逐渐热闹起来 和影视相关的公司 开始反复被资金炒作 华裔兄弟 光线传门等上市教导的公司 从2012年开始 股价迎来一波长达三年 价格涨幅超过10倍的上涨 2014年 中国电影总票房 较近300亿 增速接近40% 当年大资本 大肆杀入电影圈 共乘略地 百度阿里腾讯 军队电影产业有所投资 猫眼微信电影票 逃票表开始漂泊大战 而作为影视老大哥的华裔兄弟 又接受了三马 马云马化腾和中国平安股份 有限公司CEO马明哲的共同投资 共计36亿元人民币 资本市场大号 电影企业融资也更加便利 2014年开始 王氏兄弟开始了 大规模的股权质押操作 用于换取现金 股权质押 即上市公司的股东 用自己手中的股票换取现金 用于公司的业务发展 等到手上现金宽裕之后 再用现金回购股票 这是很多上市公司通用的融资方式 尤其对于资金紧张的影视公司来说 更是常用 当然偶尔也有一些股东 用股权换了现金 公司就不要了 比如说为梦想窒息的贾跃亭 股权质押虽然蓝钱容易 但是也是一种高风险 甚至可能导致老板失去公司的方式 但是对于2014年的华裔兄弟来说 持续上涨的股价 让一切看起来都不值得担忧 王仲军甚至还得益于公司 用钱创造钱的能力 在接受采访时 王仲军曾经说过 从抵押 无抵押到受信上市 几次融资新模式都是华裔创造的 让金融部门看到了 勇士行业的光明前景 华裔兄弟一边依靠着 不断上涨的股价 支押股权换取现金 一边又通过资本市场和艺人导演 做更多的绑定 2015年 华裔兄弟7.6亿元 收购东阳浩瀚70%的股权 这家公司是一个空壳公司 而且被收购时 这家公司成立仅仅一天 华裔这么做 就是为了绑定公司背后的股东 李晨 安德勒贝比 冯绍峰 杜纯等人 当年华裔还用10.5亿元 收购了东阳美拉 这家公司资产只有一万多元 还没有它的负债多 但是主要股东是冯小刚 华裔收购这家公司 同样是为了和冯小刚做绑定 华裔花将近20亿 收购两家空壳公司 他们当然不傻 这么做是希望用资本市场的钱 绑定住这些明星导演 这样不仅方便他生产内容 还能继续在资本市场讲故事 但是用这么大的价钱收购空壳公司 这一行为在当年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不过2015年的资本市场 实在是太疯狂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 10亿元收购一个空壳公司 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在当年证券市场的大牛市 和给人无限想象空钱的票房市场里 一切似乎都理所当然 2015年6月12日华谊兄弟大涨9% 完成了股价一年翻三倍的壮举 而公司的市值也涨到800多亿的历史最高值 王氏兄弟二人身家都超过了百亿 放眼当年 除了另一位有很多小目标的王氏大哥 在娱乐圈里 王氏兄弟无人能敌 一起到达巅峰的 还有资本市场的疯狂 2015年上市公司中 发生了88起影视行业的并购冲突 设计金额高达435亿 众多上市公司纷纷转型做影视 以至于一凯资本有限公司CEO王氏 在社交媒体上调侃这一变化 中国养猪的 做乳制品的 开餐馆的 做金属管材的 卖五金的 放烟花的企业 有什么共同点 答 都变成了影视公司 2015年的华谊兄弟 不仅在资本市场上春风得意 其参与投资制作 发生的《寻龙爵》和《老炮》的电影同样热卖 累计收获票房约43亿元 是当年成绩最好的名气之一 谁也没有想到 仅仅一年之后 华谊的主控电影全年票房就跌落至15亿 2016年 华谊成绩最好的华谊影片 是被寄予厚望的《我不是潘兴莲》 而该片仅仅收获了4.8亿票房 排名年度票房版25名开外 这是华谊和冯小刚携手以来 票房排名最低的影片 冯小刚和华谊这对王牌组合的折忌 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华谊的隐忧 其实早在四五年前就开始有所显现了 早年冯小刚几乎是公司业绩的情欲表 20年前就有人质疑 华谊不应该只靠一个冯小刚 这些年来也一直有人觉得 华谊兄弟应该去冯小刚化 华谊上市前 时任华谊兄弟财务总监的忽名 曾明确提出 公司对冯小刚的依赖性过强 应该有风险意识 然而当时的华谊 业绩太过于耀眼 在电影业务上更是一帆风顺 所以并没有把这当回事 面对外界的建议 王中军甚至还有些不以为然 什么逻辑 有秘密武器反而被指责过于依赖 一无所有难道会更好吗 当年的王中军的确有理由 悠哉自得 电影上是第一副 连续多年业绩领先 多块业务齐头变紧 华谊兄弟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媒体报道 公司慢慢做大之后 王中军本人开始上午不去公司 一些事务也不直接管理 马云曾开玩笑说 他是最懒的CEO 王中军对此却也并不在意 作为一个公司董事长 如果天天都有工作量的话 可能老板当的有点问题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我大多数的业余生活 就是仇职学家 画一会儿画 你们千万别觉得 王中军说的画一会儿画 只是业余爱好 他从小的梦想 就一直有当画家这个选项 成为企业家之后 他不仅没有放弃画画这个爱好 还利用手头的资源 开始收藏各类画作 2014年 王中军买下梵高名作 除菊与英素花 花了4亿 2015年又买下毕加索名画 盘发机女子作下 花了2亿 2016年拿下增拱书法名作局势帖 又花了2个亿 怎么样 受到惊吓的小伙伴 在公屏上打个探号出来 他甚至还为自己的收藏 在北京顺义 建了个私人美术馆 王中军沉迷收藏名画的时候 时代其实已经挑然变化了 冯小刚更先感受到了这一点 2012年之后 他的电影 就再也没有进过年度票房榜的前三名 2012年上映的1942 票房仅有3.7亿 排名当年的第11位 据说当时冯小刚和张国立 喝了第49 常常喝着喝着 他的眼泪就掉下来 时候张国立感慨 如果19年前或者19年后 拍1942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时代要笑声 不要磨难 大家对这个东西都不感兴趣 就在1942碰壁的这一年 徐征的导演处女座 人在窘途之太窘 大卖了12亿 带领国产影片 迈入了十一时代 与此同时 他也第一次将年度票房冠金的桂冠 从老一辈导演中夺了过来 当时的香港导演吴思远 看到这些变化 做出了预言 大导演的时代已经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将会是新人的天下 这之后发生的故事 你们可能都知道了 陈思成 郭帆 文牧爷等 一大批青年才俊 在近年来崛起 动辄拿下几十亿票房 成为电影市场的流量担当 而很多老一辈导演 自开始慢慢推出 商业市场的中心地带 江山带有才人出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冯小刚在经历了最初的不适后 也慢慢坦然了 甚至彻底放飞自我 我不是潘金莲之后的 芳华和只有云之道 都不是以商业为第一考量的片子 然而冯小刚不灵了 华谊兄弟的压力可就来了 尽管2012年之后 业绩仍然在逐年上涨 但华谊兄弟的电影业务 却没那么稳定了 甚至在2016年还出现过亏损 华谊虽然也和不少 冯小刚之外的导演保持合作 但是并非所有合作都能长久 比如说华谊兄弟和周星驰 合作过西游巷漠片 结果却因为收益 和周星驰闹上法庭 打起了官司 别人以此错过了 三年后30亿票房的美人鱼 电影业务之外 早在2009年公司上市前后 在意识到过分依赖 围绕冯小刚所打造起来的 电影业务之后 王氏兄弟就提出 华谊不能只做电影了 要多一下推走路 并且在之后的几年里 投资了一些游戏和互联网公司 不能只做电影 这可能是当时中国 绝大多数投入电影公司的新生 现在翻翻十年前 五年前的报道 很多中国电影公司 都喊着要做中国的迪士尼 这个思路或许没错 但是没有人知道 学习迪士尼 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入手 2014年 华谊兄弟正式提出 去电影化的战略 表示要主攻实景娱乐 影视娱乐 和互联网娱乐三大板块 但是华谊自己 其实也只能摸石头过河 去电影化 也就是摆脱这电影业务 和冯小刚的过高依赖 那之后的华谊 开始频频开拓自己的业务边界 除了投资游戏公司 还大力开拓文化地产 投资文娱乐园等等 华谊的思路其实很清晰 一方面靠电影内容 去创造更多IP 做产业链生意 另一方面 做一些非电影业务的拓展 多元化营收渠道 电影虽然在这套体系里 仍然十分重要 但是2014年之后 华谊兄弟的电影业务 却越来越弱 所以到后来 被很多人解读为 华谊不做电影了 2015年之后 除了《芳华情人3》 和《老炮》等少数几部影片 华谊鲜有票房上的 大爆款产生 而在华谊和冯小刚 一起崛起了贺水党 自2017年西游《扶妖》上映之后 华谊就再也没有出席过了 在数十部电影票房 超过10亿的2019年 华谊甚至没有一部主控电影 单拼票房更超过3亿 在公司整体势头不对的时候 一部影片的推进不顺 就可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压力 2018年 华谊本来筹备了一部重磅作品 手机二 可是由于冯小刚 在当年拍手机时 得罪过崔永元 吃过哑巴亏的他 这次没有丝毫手软 以微博为主菜场 掀起了一波滔天巨浪 拔出萝卜带出泥 通过阴言合同事件 带动了整个影视圈的税务风波 当年围观过崔永元 这个乱战的扣个零 因为牵涉到了范冰冰等众多明星 施老师相信 这个公平一定会满地飘零 税务风波下 原本就因为影视行业不够景气 而有所顾虑的资本 更是对其避之而不及 进而加大了很多公司项目融资的难度 至于事件的起因手机2 也因为主演范冰冰等缘故 至今未能问世 这对华谊兄弟的电影业务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系列连锁反应之下 华谊兄弟2018年全年亏损高达10.9亿 这是公司上市以来 首次全年亏损状态 而更叫人没想到的是 这仅仅是一系列危机的开始 2017年 华谊兄弟的经历润还有8.3个亿 一年时间 怎么就能亏到快11个亿 之前我们讲过 2015年之后 华谊兄弟的电影业务 就不太稳定了 2016年的时候 电影业务甚至出现过亏损 单从财报来看 华谊兄弟2016年的净利润 还有8个亿 但公司之所以还能盈利 使用了非常规的盈利手段 这一年 华谊兄弟通过减持当年投资的 游戏公司涨区科技和其他公司的股票 收获了11.6亿的投资收益 这么一算 除了投资的收益 华谊兄弟剩下的业务综合起来 还亏了3个亿 业绩不够 卖股票来凑 这也是前几年华谊兄弟的真实写照 直到华谊 把投资的两家游戏公司 涨区科技和银汉科技的股票 基本卖光 华谊兄弟的业绩 才终于兜不住了 加上华谊前几年收购空壳公司 在这两年记期的减值 也对华谊的业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也才导致华谊的业绩连续两年爆亏 当初被给予厚望的实际娱乐板块 也没有能够带动华谊兄弟的业绩 位于海南的风小刚电影公社 2017年营售一度达到8亿 为华谊贡献了8000万的净利润 但到了2018年 营售就只剩2.5亿了 营业利润更是成为了负数 仅贡献了110万的净利润 2017年 华谊兄弟品牌授权 及实际娱乐业务达到2.6亿 但到了2019年 就只有3000多万了 这块业务之所以这么不稳定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没有好的IP作为支撑 去过迪士尼和环球影响的小伙伴 一定都有深有感触 这些实际娱乐之所以吸引人 不单单是因为过散车 更是因为它们能让你走进 童话和电影的世界 你能和白雪公主一起跳舞 也能骑着飞天扫帚 感受奎递期的精彩刺激 但对于中国的电影公司来说 这样的场景实在是太少了 华谊的乐园里都是自己的电IP 所以敌人节在乐园里 只能被做成影视城的样子 甚至《非诚勿扰》 这样的喜剧片 也被做成了一个主题板块 其中的娱乐项目 包括了碰碰车 旋转木马等 丹尼很难说 它和《非诚勿扰》有什么关系 唯一与电影有强联系的 就是一个蹦极项目 项目介绍里提到 这是在模拟影片中 舒适跳海的场景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一脸懵逼的你 请把问号打在公屏上 所以你想 这样的内容 如何能吸引人关顾呢 其实早在几年前 圈子公司都在热捧砸钱 要做迪士尼的时候 施老师没少写稿子 强调的就是一点 没有好的IP 你很难把它做成乐园 王周军在今年接受采访时也反思说 中国想要做迪士尼 没有几十年是不可能的 前几年我们都太狂妄了 我们华裔 才做到100多亿美元市值的时候 就觉得哇 我成了 顶业务不景气 不仅导致收入下滑 延伸业务受限制 还产生了很多连锁反应 比如最近几年事件里 很多华裔旗下的明星 都离开了华裔 自立门户 一些制片人也选择了离开 雪上加霜的是 崔永元发动的知名易经 不仅扒开了影视行业 在资本圈的最后一块折修补 也让一系列公司 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尤其是被领头攻击的华裔兄弟 2016年全国票房457亿 同比2015年涨幅还不到5% 增速在10年来 首次陷入个位数 资本期待了 每年40%的增速泡沫 终于被戳破了 和电影相关的上市公司 股价都开始转头向下 2018年印养合同之后 影视行业 简直就成了资本圈的臭鱼烂虾 众多影视公司的股价 在2018年半年就腰炸 很多公司还遭遇了资金危机 华裔兄弟的股价 也从2018年2月的10元 跌到了10月的4元 对于高支压比例的王氏兄弟来说 这就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股价下跌 见你钱的人 就会要求你拿更多股份来继续抵押 以降低风险 或者用现金赎回股份 很多公司老板 将所有股份抵押完之后 没有钱赎回股份 他公司的股份就会被拍卖 他就失去了公司的控制权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爆仓 2018年之后 不少女士公司的老板 都因为股价联系下跌 没钱赎回股份而失去了公司 自己手中股份支压比例 始终超过90%的王氏兄弟 一度也在失去公司的边缘徘徊 所以这两年的华裔兄弟 基本上就是在借债 还债 抵押股票 赎回 继续抵押的过程中循环 公司财报 动不动就趴着几十个亿的债要还 而公司也想尽了 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借垮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800 对于华裔兄弟来说特别重要 在项目初期 800还是一个华裔兄弟 希望延续辉煌的高大高举之作 因此不少资本和影视公司 比如说腾讯 在项目初期就投资了影片 哪知道电影做着做着 支出越来越高 华裔的投入也越来越多 几个亿成本的800 成了电影业务 越来越弱的华裔 期待的翻身之作 公司和行业的突然变化 让华裔不得不借钱 才完成800的制作与发行 阿里等资本和公司 也是在华裔的危难之时 才加入800之中 现在他成了华裔兄弟的救命之作 尽管影院还未全部开门 也不允许满座手票 但是他不得不上影 因为华裔兄弟太需要现金来回血了 2019年 最难CEO王忠君也终于坐不住了 他回到公司 宣布参与所有电影项目 从孵化到宣发落地的全过程 拥有一票否决权 很难说王忠君是一个 没有危机意识的人 早在他们电影业务 还顺风顺水的时候 华裔兄弟就拥有了 强大的电视剧制作能力和艺人团队 而且王忠君也早早就提出电影公司 不能只有电影 只能感慨 时事能造英雄 却能在你得意忘形时 给你重重一击 从目前的票房数据来款 800位储席党开了一个好投 但究竟他会不会成为 华裔命运的转折点 挽救其余水火之中 只能等待时间给我们答案 作为一个看着华裔电影 长大的老有名 施老师也希望这家老牌公司 能够挺过当下的危机 为我们贡献更多的好电影 而从一个行业观察者的角度来看 我也必须说 华裔今天的境遇并不是偶然 在行业最鼎盛的时候 谁都想乘风破浪 当一把弄抄儿 可是和资本共舞 终究无法成为一家公司的落脚点 资本可以在你最风光的时候 把你捧得很高 也能在你低潮时 毫不留情地离开 只有好的内容 才是电影公司 立于不败之地的王牌 打江山容易 守江山难 回看王氏兄弟和华裔这家公司 这些年的起起伏伏 可谓成也资本 败也资本 成也兄弟 败也兄弟 成功是因为资本愿意扶持华裔 让他们能够率先乘风破浪 失败也是因为太重视资本游戏 却忘却了自己真正的立足点是什么 成功是因为有各路好兄弟帮忙 失败也是因为太过于依赖兄弟 没有与时俱进 做出更好的商业模式 这不仅仅是华裔兄弟一家公司的故事 它就像一面镜子 折射出中国电影产业的白转千回 回看华裔和王氏兄弟这20年 真的让人唏嘘感慨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施老师 这个喜欢用数据讲道理的理工直男 记得一键三连 关注圈内施老师 带你了解更多圈内施